洗好了小碗 我们先晾干水 我们先来把这个萝卜干切碎 因为萝卜干比较咸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盆清水 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再准备些虾米切碎 然后再来切点蒜蓉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100克粘米粉 也就是大米粉 再加入一勺土豆淀粉 这样做出来会比较有嚼劲 再来加入250克清水 把粉全部调开 调成这样的一个粉浆水 然后我们来把小碗放到蒸笼上 在上面刷上一层薄薄的油 这样比较好脱模 先上锅把小碗蒸热 小碗加热了就把粉浆水倒进来 每一个小碗装到8分满 如果大家没有这种小碗 用功夫茶杯也可以 再盖上盖大火蒸15分钟 萝卜干泡好了之后呢 给它挤干水 起锅热油 油稍微多一点 先把萝卜干放下来炒香 好了这边可以了 先关火冷却一下 炒香了就把蒜蓉加进来炒 然后再加入虾米 然后来加入少许白糖 几滴鱼露 还有一点点生抽 哇好香哦 加了鱼露很香 好了炒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等米糕稍微放凉了之后呢 这中间就会有一个生凹 很漂亮的 好了我们现在来给米糕脱模 拿个牙签沿着边上画一圈 我们再来舀上一勺刚刚炒好的萝卜干 我们这个就有潮上特色 给咸咸柜就做好了 特别好吃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看 还有一个小鞋子吗 嗯 嗯 嗯 好香哦 嗯 嗯 你又吃不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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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